看一道举一反三的练习 说农场把61600平方米的耕地 划分为三种 凉田 棉田 还有其他作物 现在我们知道凉田和棉田 这两个的比例是7比2 棉田和其他的比例是6比1 请问每一种作物的面积 它是不是又给了两组比例 如果我们又能一次性的把它变成 三个的比例 我是不是又会分配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把两组变成三组 好 我们还是一样 来试一下 这时候我们知道凉田和棉田 我就写一个字 凉和棉 它们两个的比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凉和棉是7比上2 好 那还有棉和其他 它们是几比几呢 它们是6比1 我因为棉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一起 一个7比2 一个6比1 我想把2和6变得一样 是不是让2乘一个3就可以了 这下面完全可以不变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三个的比例一起写出来 2比棉 还要比一个其他的 来看一下等于几啊 上面这个乘以3就变成了6 所以它也乘以3 那就是21比上6 那这个不变 就应该是1 所以三个的比例 又被我一次性给弄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你再按牢分配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来看一下 凉应该是多少呢 凉就应该等于 61600乘以一个 它们加起来 分支21是不是就可以了 加起来应该是几呢 1加67 那就应该是28分之21 对吧 这个一看就有点难算 我们一会再算 好 再来看一下 棉就应该是总的 61600再乘以一个 总共还是28 28分之6吧 好 最后一个是其他作物 其他作物呢 只占一份 它应该比较简单 就应该等于 61600乘以 总共28 28分之1就好了吧 好 这个好算 我们先算一下 它应该正好是2200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 注意单位啊 单位是平方米 对吧 所以把它写上 好 那前面两个 就可以算一下了 对吧 这个正好是它的几倍 是不是6倍 刚刚说了6比1 所以呢 2200乘以6 就是它了 所以应该是 002612 协二进一 13200 注意单位还是平方米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21 那就用2200乘以一个 21就可以了吧 这个有点难算 我们打个操稿啊 我们就拿22乘以21 那就是22的44 对吧 所以加起来就应该是46200 好 还是一样 最后带单位 应该是平方米 好 最后一样 不要忘了 应用题一定要写搭 就搞定了 好 还是两个不同的比例啊 利用中间量 既然都是棉花 我们把棉花比例变成一样 就可以得到三个的比例 再按三个比例去分配 这个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啊 如果你发现一个题目当中 有多组比啊 第一个比第二个 又告诉你第二个比三个 我们怎么办呢 就可以把它先求出连比 三个一起的比 这个时候再进行分配 就乘以他所占的比例 就非常简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王牌立体五 说甲乙丙啊 三个人同时从AD 向B地跑 这是一个行程问题 对吧 当甲跑到B地的时候呢 乙离B地 还有35米 丙离B地呢 还有68米 那说明甲是不是最快啊 对吧 然后当乙跑到B地的时候呢 丙离B地 还有40米 那说明丙跑得最慢 对吧 那请问AB相距多少米 这是一个行程问题 我们来画个图 对吧 行程不画图 越做越糊涂啊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画一下啊 画稍微长一点 假如这是AD 这是B地啊 好 现在有三个人 分别是甲 乙 还有B 好 现在呢 甲先跑到B地了 所以呢 我将甲先跑B地算了 那这个时候乙还有35米 乙我就画虚线啊 这是第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还剩多少 是不是还有35米 对吧 好 该丙了 丙呢 还有68米 丙剩的更多 我就打这个波浪线啊 丙在这 这也是一起跑的嘛 甲跑到了 乙在这儿 丙在这儿 你会发现这里多少米啊 这里是68 OK 好 再来 接下来就只有乙和丙了吧 因为甲已经跑到了 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乙跑到B地的时候 说明乙还有第二段 所以乙接着跑 是不是跑了35米 所以第二段呢 乙他就是跑了35米 那看一下丙 丙还有40米 丙你咋这么慢呢 对不对 丙接着跑 接着跑 接着跑 还有40米 那说明还没跑到 以上是升的那个位置呢 对吧 好 来这儿 好 这地方就应该是40 那说明 丙跑了多少 68 减一个40 所以丙其实跑了28 那我得到了一个关系 当乙跑完 也就是跑了35的时候 丙他只跑了28 就是同一个时间段 对吧 都是第二段 乙跑35 丙只跑了28 速度比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因为时间相同 乙跑了35 丙才跑了28 乙并比较快 所以35比上28 应该等于这样 除了一个7 那就5比上4 说明乙跑5分的时候 丙只能跑4分 好 有了这个关系 这有什么用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乙和丙 假设全程是单位1 那当乙跑到B地 是不是相当于乙就跑了整个全程 那因为丙和乙 它是4比5的关系 那如果乙跑到了 丙只跑了乙的多少 或者说跑了全程的多少 因为乙如果是单位1 丙是不是只跑了4分5 对吧 那说明还剩多少 是不是还剩1分5 有没有问题 再说一遍 乙跑了全程 假设为单位1 那乙是跑了5分的 丙只有你的5分之4 所以丙是不是还剩下5分之1 所以这是丙剩下的 那丙剩下的这个量 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跑到的时候 丙是不是还有40米 所以这个40对应的这个率 就是5分之1 所以我们拿这个40 去除以这个率 得到的就是单位1 我们刚刚设的是全程为单位1 所以答就是全程 所以就是40除以5分之1 也就是40乘以5 也就是200米 那这里就搞定了 你不发现有的时候形成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用比例来搞定的 当你发现在同一时间 乙和丙跑的距离 其实你就可以算出速度比了 由这个速度比我们就能知道 当乙跑完全程的时候 丙其实只有你的5分之4 利用这个最后就能得到答案了 好 趁着答题 我们来看一道举一反三 说甲乙呢 同时从A B两地相向而行 注意那就是对着开 对吧 那就还是画个图 一个是A D 一个是BD 一个是甲在这边跑 一个呢是乙在这边跑 当甲到达BD的时候 来走走走走 你到达BD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乙呢 距AD还有三十千米 那不好意思 乙就慢一点 我就打波浪线 走走走走走走 好 走到这 你会发现距离还有多少 还有三十千米 好 这也是第一部分 这是乙走的 然后呢 当乙到达AD的事 那说明乙又走了一部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注意啊 我们就把它叫做第二段 好 乙走了三十 我们来看甲 甲超过了BD四十千米 甲本来是走到了B的 对吧 那第二段呢 它又超过了四十千米 哎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乙走三十 甲走四十吧 哎 他俩速度比我又知道 甲明显要快一些 对吧 所以呢 乙的速度和甲的速度啊 三十比上四十 也就是三比上四 OK 好 那知道了乙和甲的速度比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假设全程为单位一 好吧 如果全程为单位一 你想想 如果甲跑完了 那乙其实只有甲的几分之几 四分之三吧 所以乙还剩下多少 是不是还剩四分之一 没有跑 那四分之一对应的数是多少呢 乙还有多少没跑 是不是三十没跑 所以就应该用三十去除以这个四分之一 好 这样的答案 三十除以四分之一就是乘以四 也就是一百二十千米 好 以上两个题呢 都是我们的形成问题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形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呢 用比例来解决 好 这时候的重难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是比和分数 大家一定要会相互转化 很多时候比的应用题 当你转化为分数之后 其实就变成了分数应用题 好 第二个 如果有多个关系的比例 比如说第一和第二个比 第二个和第三个比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把它画成连比 再进行分配 最后一个 有的时候形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用比例来尝试去解决 好 最后一首诗 对吧 带给大家 一起来读一遍了 比的问题很容易 画成分数就可以 多比尝试画连比 形成问题也给力 好 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全部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周再见了 拜拜